言文哉族,书接上回 上回就说到 孙仲散妻妻楚楚 离开了澳门 见到陈瑞芬 心里面硬不安乐 但是呢 他要离开徐幸串 要回到上海 1912年8月 做了三个月总统的袁世凯呢 派两个特使 专程去到上海接孙仲散去北京 孙仲散就带着夫人盧慕貞 秘书宋海领 和革命党人居正 几个人呢 就坐平安号轮船北上 这次来北京呢 很多人都坚决反对的 都认为袁世凯这个人呢 奸险独立 怕他会对孙仲散下毒手 但是孙仲散呢就坚持 我都已经答应了别人 就不要失信 谁知道就在轮船 刚刚准备起程一阵呢 哈 都尹维臣突然出现在孙仲散先生的客仓那里 他一身学生打扮 人呢就没有以前那么粗声粗气斯文了很多 孙仲散就问他 哎呀 你怎么会来到这儿呢 你读书读得怎样啊 你猜一下呢 尹维臣就说 我不是来跟你说家常的东西的 我又要紧的事找你 你千万不要去北京 那个袁细海想谋杀你啊 孙仲散呢 和宋凯凌居正 整班人呢就劝解他不用担心 怎样那个孙维臣呢 发脾气了大声地骂 你们这班人呢 你都没有为孙仲散着想的 万一他出了什么事 你们谁辅得起这个责任啊 孙仲散就知道 孙维臣呢 一片重心就劝解他 说了很多安慰开解的说话 才哄备他派人送他下船 宋凯凌呢 在文维臣走之后 很多次想开口说话的 怎样说到口纯 哪些又收回来 宋凯凌 如果一个少女特有的敏感 他已经发觉 吻违尽对孙仲散 不同尋常的感情 除了是黑骨鸣 甚至爱情之外 是什么呢 没有 就是他爱上孙仲散了 但是他始终没有说出口 孙仲散 在8月23日就抵达天津 天津都督呢 带领一班高官 来迎接孙中山 这一步的认识 间接令孙仲散大吓一惊 车站呢 踏起几座高大的牌坊 君岳礼炮齐鸣 君民夹道欢迎 孙仲散坐那部车呢 是黄段座位 这么出车轮 两匹高头大马拉着马车 这部马车啊 是袁世凯特别准备的 听说啊 是以前摄政王 载丰尊用马车来的 孙仲散的马车呢 在正阳门入城 连大清门都打开来迎接贵宾 见到这些这么大的阵将 围观的群众呢 都在那里议论纷纷 哎呀 孙仲散封功位职 真是令人尊敬啊 有些人又说 袁世凯都挺有风度啊 挺有气量啊 当晚 袁世凯呢 就请孙仲散入总统府见面 总统府就在铁丝纸胡同那里 袁世凯呢 立正站在门口 脱了顶帽 公公敬敬对孙仲散行礼 袁世凯呢 还带着他那个浴浴山光的大总统分枪 向孙仲散敬走 十分诚恳地说 现在的政局呢 十分艰难啊 哎呀 哪界纽纷又多 请孙先生 你多多帮助我才可以啊 孙中山就开始 对袁世凯有多少好印象啊 看来这个人 就不止他们说得那么衰啊 人家说他蛇头鼠眼 奸诈狡猾 我知现在看他这个人 就好像多诚狠 多老实 这样啊 第三次见面呢 袁世凯就向孙中山请教 欧洲美洲的情况 同时呢 就谈到蒙古西藏的问题 那时候呢 达赖十三世 正在搞独立运动 又派兵 弓占江支 日客侧江卡 李唐康定等地 孙中山就劝袁世凯 一定不能够遷走 要坚决出兵镇压 反对搞分裂 袁世凯就派四川都督 云南都督出兵 来平定灌烈 事后呢 孙中山又劝袁世凯 对少数民族 一定不能够用镇压的手段 要用和平的政策安抚他们 袁世凯呢 就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 取得十分好的效果 孙中山又向袁世凯提出 十年内 他呢 要收足铁路二十万公里 还约定 我收铁路啊 你十年内呢 尿连兵五百万 嘿 到时啊 世界上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中国的了 孙中山在北京 过几月而已 居然和袁世凯见面十三次啊 哈 两个人呢 倾谈得很容赫 有一次 孙中山就说到说 更者有其田的理想 那他以为袁世凯一定会反对的了 哈 啊 怎料袁世凯十分赞成啊 孙中山就觉得奇怪了 事后他就问袁世凯的徐从梁士宇 为什么袁世凯会这么爽快赞成更者有其田呢 梁世凯就说 哈 袁世凯是北方人 过得地广人稀 自家农多 不是好像南方那样这么多电龙啊 所以袁世凯就认为 更者有其田早就解决了啦 没什么问题啊 孙中山呢 在这个几月内 真是被袁世凯征服了啦 孙中山想的 就去袁世凯帮他实行民生主义 袁世凯上的呢 就利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威望 完成他全国政治统一的理想 孙中山 帮了袁世凯的大网 但是 孙中山他自己并未察觉啊 他被人利用了啦 他真是以为 现在 就可以实践他三文主义之梦了 他不分就夜四处奔跑 去陷杀铁路 又去日本考察 袁世凯呢 对孙中山也比较放心啊 他觉得孙中山呢 没什么政治野心 又不是争取权位的人 他是对段祺瑞和赵炳君说 孙中山呢 他的人呢 他真是不辞劳苦周围的事杀铁路哦 他说想搞些实事的 想搞建设 不想搞政治的 啊 我啊 最初都以为他让位给我呢 是虚情假意 啊 怎么估到他是真心的啊 啊 他真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啊 在北京 我跟他谈过十三次计 哈 啊 我觉得他确是个正人君子啊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印象 确确实实是十分好 段祺瑞又问啊 喂 那王兄呢 他是坐第二把胶椅的人物哦 哼哼 王兄啊 他有本事 但是呢 没什么诚苦啊 我一上任做大总统呢 他就认为 他已经实现南北统一大功告成了 不过呢 王兄这个人啊 啊 真正是淡薄明利 他不愿做官啊 他要归隐临传啊 赵炳君又说了 送教人就最难搞 袁世凯预下头 嗯 是啊 孙中山呢 虽然是 做新建立国民党的理事长 其实呢 他没有理事的啊 大权全都在代理理事长宋教人手上 那个宋教人 他将很多国会的议员发展做国民党员啊 哈 他呀 他去国会选业里面得省 想将大权抢走 哼 这个人啊 我呀 值得撞住他了 段祺瑞也认为 宋教人不可不防 去年十月 他说离开家十年 要回长沙探岸的母亲 其实 他一直都没有空过 每岛的地方 他到处演说 后来 由长沙到武汉 武汉转上海杭州 他到处找人开会 又公开发表演说 攻击政府 他认为 现在已经是共和天下 所以他到处去拉选票 搞竞选 袁世海就冷笑一笑 在二月十九号 宋教人 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 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 他公开指责我的政府是不良政府 外面传闻 说宋教人要出面来组织内阁 上海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已经成为他们反对政府的基地了 我看呀 不能姑息呀 赵炳君就说 我早就说过了嘛 我是要用武力来解决他嘛 不能够守宴的 咦 那又不必大动干锋 擒擦先擒王嘛 搞定宋教人就行了 其实 在他们几个人 聊天之前 袁世海已经找赵炳君 秘密布置了 杀一警白 将宋教人 置之死地的计划 赵炳君 领了袁世海的密领 漏夜就将他的亲信 红术祖叫来 这个红术祖呢 是赵炳君一手提拔的 现在 做到内务部秘书长 赵炳君一见面就开门见山 哼 那个宋教人 最近十分囂張 此人不除 国务令日 你想吗 我杀了他 红术祖就问 喂喂喂 有没有大总统的首领啊 呸 你真是呀 我是国务院总理 我亲口跟你说都不行 还要拿总统的首领 袁公啊 恨这个宋教人恨他入骨啊 那你杀他 难道真的要总统亲自动手吗 你立刻跟我办好这件事 到时来领奖啦 诶 上海有什么可靠的人没有啊 上次呀 你提到那个 那个 姓应的人 姓应啊 怎么样 靠不靠得住啊 哦 你说是那个 应贵卿是吧 靠得住的 这个家伙 是宁波人 是帮会出身 做过孙中山的卫队 会不会犯了事被人开除了 陈其美就看得起他啊 担保他出来 现在 应贵卿呢 这个黄亚法呢 交由广阔 三教九流 什么人都会的啊 他突然想 哎 就不如托他来找个杀手 盈贵卿看过那几幅字画呢 就问 喂喂 你还有没有那些真的东西啊 哎呀 这几张都是真的啊 我花好大价钱才找回来的 嘿嘿嘿 哎呀 真还是假 一会儿我朋友来一看就知道的啦 怎样啊 这段时间 拌得怎样啊 发财呢 哎 胡云云都混两餐的而已 喂 黄亚法 有单东西 发财的好机会来的 有没有人啊 嘿嘿 银纸啊 你以为会拿手的 多多都要啦 怎样啊 盈贵卿立刻拉他入房 关门到门 然后问他 喂 你找不找到个胆大心势 枪法又好 又能够守口如瓶的朋友啊 啊 这样啊 这样又没有啊 过了一阵呢 黄亚法就说 哎呀 有啊 有个人法适合你 是国民党 一个高官的卫队 是陈其美手下来的 他枪法啊 认真了得啊 百步穿羊啊 是吗 喂 你找他商量啊 啊 不过要小心点啊 一千个大洋的交易来的 哇 哎 那么重要啊 那么大价钱 想杀谁啊 盈贵卿就拿一张照片出来 照片的背后呢 就写着 宋语 富三个字 你看 你识不识这个人啊 哦 那我我不识啊 好吧 你把照片拿去吧 你给我找人 几时动手 要等我通知啊 黄亚法就说 喂喂喂 我不知道人家是否拒的啊 哎 拒不拒就娶他了 不过 喂喂喂 喂 我对你说清楚啊 如果他不拒 就算了 但是他千万别走漏风声出去啊 如果胆敢走漏风声呢 第一个见贤王的就是他 你知道我啦 我这份人讲到做到的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不会走漏的 不会走漏的 黄亚法密室的杀手呢 叫做邓文斌 是陈其美手下来的 黄亚法呢 就特意请他去四川北 一家上海菜馆吃饭喝酒 一边喝酒 一边聊聊天 邓文斌喝了几杯酒呢 就问 喂 老哥 你卖话发大大了 哎 为什么今天这么错当 关心小弟 请我喝酒吃饭啊 黄亚法就说 嘿 这个时候啊 做什么都会发达的啦 那 我介绍单生意给你啊 做低一个人 喂 一千个大银啊 还可以升官呢 接着呢 他拿张宋教人的照片出来 你看 邓文斌一看 哇 喂 哎 都说不想啦 万一被人捉到 不杀头都蹲了一小监了 哎呀 别搞我了 呸 都说没什么了 这件事 应该有后台的嘛 警察局都不敢过问啊 哎呀 好了好了 我都不肯了 我当没听到啊 我当没知道这件事啊 黄亚法就吩咐他 那是啊是啊 哎呀 你不真是算鬼数了 你千万别多人说啊 不是我你都不行的啊 跟着呢 黄亚法就另外找到个杀手 袁世凯这边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就会等着宋教人入圈套而已 哎呀 那个宋教人呢 一切都没发觉的 死亡已经逐步逼近了 哎 他还说准备去北京大衔身手啊 后事如何呢 且待下回分解 袁文哉族书接上回 上回讲到 袁世凯已经准备谋杀那个宋教人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哎呀 这个宋教人你都完全不知道 他做红心勃勃 想去北京施展一番 1913年 3月19号 宋教人呢 就在上海准备去北京的前夕 在家里召开了一次国民党的骨干会议 陈其美于又任一帮人都参加 宋教人就认为 他一定要马上去北京 因为袁世凯呢 已经在今日发布命令 规定在4月8号举行民国国会开幕典礼 内建呢 就要求议员到北京集会 护士呢 宋教人就想早点去北京来展开活动 于又任就劝他 喂 我总是觉得 北京的气氛有点不对路吧 你现在长沙探亲的人呢 已经发觉有人跟踪你了 你都是小心点好嘛 我堂堂之陈 正正之思 我怕那么多名枪暗战 民众自有功论嘛 陈其美又劝着他 外奸都传啊 说你要代表国民党 组织内阁当总理 那袁世凯呢 当你是眼中钉 恨你恨到入骨的了 你小心点好啊 宋教人就卡卡声笑 哎呀 如果都是这样 那么整天缩手缩脚 还需要做大事的吗 我看啊 袁世凯都未必做到那么卑鄙的 陈其美纵啊 圈着他 你小心点好啊 人家什么手段都敢用啊 说不定想暗杀你的了 宋教人就觉得 哎呀 你们真是越想越离谱的啊 暗杀我 喂 向来都是革命党人暗杀人 哎呀 哪有人敢暗杀我啊 于又任呢 还是苦口婆心 在那里劝他小心为好 宋教人一于懒你 坚持去北京 在第二天 1913年 3月20号 晚10点钟 宋教人就来到上海火车站 准备坐火车去北京 来车站宋行的人很多啊 王兄 于又任 廖仲海 陈其美都一起陪着宋教人 进入后车室 入站呢 旅客就很逼的 宋教人 整班人就站在一边 刚刚准备入站 廖仲海呢 见到一个穿着风衣的矮人 都不够三尺高 是个姿怡来的 没带到行李嘛 眼睁睁地望过来 廖仲海就拉一拉 王兄三尺 喂喂喂 你看个人 没事的 那些爬手来的 不够你 廖仲海就对宋教人说 你这次去北京啊 是一场政治决斗来的 喂 你千万小心啊 廖仲海呢 还特意将两个警卫人员叫过来 趁着交代他们 喂 你一步都不要离开李市长啊 你一定要加强防卫啊 宋教人就意气风发 谈笑风生 哎 你真是多余的 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我这次去北京啊 是统一全局 调和南北关系的 精精堂堂何具之有啊 国家大事 就算有危险 我都在所不惜啊 不用不紧张啊 火车站的钟声响 去北京的火车入站了 大家就起身一切 走去展票入站 宋教人刚刚拿出车票 那穿着风衣的矮子呢 在人从中一下子就捐到宋教人身边 宋教人呢 刚刚就剪完票 拧着面向众人揮手告别 那次客突然向着宋教人连开三枪 宋教人满身鲜血 即是倒地 王兄廖仲海 就过来扶着他 宋教人大声咬 我中枪啊 捐捐猪客啊 我两个围侍手足无粗 根本就不知道猪客在哪里 那矮子空手呢 打完三枪以后呢 侵略就走了去 大家就将宋教人 抬去附近的上海铁路医院那里 急救 宋教人在昏迷中 突然间疏醒 灯弹弹 拉住王兄的手 你,你立刻跟我打电报 给袁世海 廖仲海就劝他 哎呀,现在这个时候 你还相信袁世海吗 你想想,谁会谋杀你 王兄就怕刺激到宋教人 就用脚踢了廖仲海一下 接着他拿出纸笔来 你说,你说 我记录,我立刻打电报给袁世海 宋教人就断断续续说了几句 要诚心,公道,保障民权 国家有宪法 我,我死亦心甘情愿 王兄就说,好好 我立刻去发这个电报 慢着,慢着 宋教人拉着王兄手不放 黑强 我,我和你反清以来 招直相处 猜不到今天 我,我去调和南北 为中华民国尽心尽力 我,我,我猜不到 他们居然向我下毒手 我,我,我,我死不瞑目 还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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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sh 这种 宋教人又拉住于柔 任的手 我,我有三件事 拜托你们 第一,所有我 locations 南京、上海、北京 我的书籍 帮我捐给南京图书馆 第二 我一向清贫 我身无分文 我家老母在堂 我写之后 就多烦黑强 和各位 照料我母亲 第三 你们各位 千万不要为我悲伤 千万不要放弃责任 说完这几句 田紧三十岁的宋教人 就带着终生遗恨 离开人世 他拉着黄卿和于后任的手 始终都不肯放手 黄卿失声痛哭 大声喊 我一定要报仇 这个雪海深仇 一定要报 我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 黄卿 黄卿他们就立即去找公共租界的巡捕房 又找河北警察局 要他们马上追行追捕凶手 那个袁世海呢 真是厚顶无耻 他杀燃 他杀燃宗教人 跟着贼 喊捉贼 第日 就发出通电 指责 众目超章之地 居然有兇徒 敢进行暗杀 人心阴险 法己何在 即令 江素都督 迅速緝拿凶手 依法严办 更加令人奇怪的 当时上海忽然间到处流传 说杀宋教人的杀手 是陈其美派来的 因为陈其美和宋教人两个一向都不合适 现在 杀了宋教人 那陈其美就可以拿到代理理事长的职位了 陈其美听到这么说 真是生气得双眼无火 他认为 如果不破案 不单止对不起宋教人 而且 会引起国民党内部互相猜疑分化 他与黄卿商量 决定 出一万两银的奖金 来捉拿凶手 从今之下 就必有用户 陈其美手下的邓文斌 现在就站出来报案 他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 他说几日前 那个经纪 王阿发 拿了一张照 是写着宋如赋的 他说想要我杀宋如赋 那宋如赋 就只是宋教人的别字了 陈其美 要捉个书画 古管经纪 王阿发 就很容易的 一下子 他就捉到王阿发回来 都没落营 他就攻出来 杀人的兇手 还有出钱给他买空的 应贵卿 那这件事一头一尾都搞清楚了 陈其美十分后悔 哎呀 为什么会用应贵卿 这些人呢 王兄就问应贵卿的来历 原来呢 陈其美以前都没搞清楚的 现在才搞清楚 应贵卿 是满清倒台前 上海青帮的一个大流亡 他出钱买官 就买了后保资源做 江浙联军起义的时候 他就参加过攻打过制造局 后来呢 就做了南京政府的卫队 认为行为不检 被孙中山开除了 但是呢 陈其美就认为他有本事 所以又收留了他 还一路提拔他 做到巡查总长 那陈其美呢 这次就真是挑落王曝光 都没办法洗得清 人家到处传话 陈其美是杀宋教人的 现在呢 卖空杀人 那应贵卿 是你的亲信 是你提拔出来的部下 你怎么解释呢 陈其美就十分后悔 后悔自己用人失当造成大错 王兄就说 我们总是麻痹大意的 宋教人 大难临头前几分钟 他就不信 有人要谋杀他呢 王兄和陈其美 就商量好 怎样去逐应贵卿 和杀人兇手 王兄下令 所有的人 绝对不准泄露秘密 这次行动 一定要一网打尽 刑贵卿后面还有人的 第一步呢 就先逐杀人兇手 那杀人兇手呢 身高不到三尺的豬鱼 他有这么大的特征 逐他就比较容易 上海已经宣布戒严了 所有进出的要道 都严格留意追查之意 很快适而已 果然是捉到兇手了 他就躲在租界那里 这个兇手呢 叫做武士英 原本呢 是个兵帽来的 后面 在云南 七十四标 当管带 也就是个官啦 他死都不肯招供 是谁指使他杀人的 一口就咬定 我是为全国人民报仇 所以杀他而已 陈其美呢 就亲自指挥去捉拿应桂兄 应桂兄不在家吧 那么审问他随从呢 就知道应桂兄呢 就去了迎春方妓院 陈其美就下令 分兵几路的族人 黄兄呢 就派个卫士长黄卫龙呢 打扮成嫖客 去迎春方打前站 黄卫龙呢 一直是上到二楼 去了一个妓女 叫做李桂玉的房间 应桂兄就和一个 少将军阶的军官 两个就横床 接触 在那儿抽鸭片烟 旁边的妓女就帮他们 打骨 黄卫龙呢 正在门外 看下洞正 那个贵妇就走过来 大声哗 喂喂喂 你思思叔叔 你干什么呀 有钱呀 你找个妹仔去玩呀 没钱呀 给我拔开 喂 为什么这么恶死呀 没钱敢上来吗 你呀真是呀 你们一点规矩都不知道的 你要选择妹仔 你到下面选择嘛 这里是招呼贵客的地方来的 下去呀 下去呀 那时候呢 陈其美 依右任 已经带了大批人马 和租界巡步 一切涌入来了 一冲就冲入 迎贵卿的房间那儿 迎贵卿见都不对了 一手推开身边的妓女 爬起身就闷枪了 后枕呢 已经被一枝枪堆得住了 别哭 喂喂喂 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我是江苏巡察长呀 你想怎样呀 陈其美上前那部大汗呢 想怎样呀 我想杀了你呀 接着呢 就将迎贵卿 逮回警察局 陈其美亲自审问 迎贵卿死都不认嘛 什么都说不知道 不知道 陈其美就喝了声 大王阿发上来 警察就推王阿发上上 迎贵卿反咬了一口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喂喂喂 你血口噴人呀 我这样也不认识你 嘿 陈其美呢 又吩咐推我凶手上来 迎贵卿呢 就望眼过凶手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这些矮子 这些钱就找帝哥了 没有呀没有呀 走开了走开了 蛤 真是死硬到底 原来呢 迎贵卿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 他现在把心一横 死都不肯交代是谁主谋 是谁给钱的 他心中明白呀 如果他供出来呢 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 是给钱买兇手的 那么洪述祖背后呢 肯定有个大粒东西的嘛 也不用问啦 这个人一定是国务院总理赵炳军 他又兼内务部部长的嘛 那么赵炳军后面是谁呢 袁世凯啊嘛 所以如果供出洪述祖呢 自己一定被袁世凯杀人灭口的 实死无疑 所以呢 迎贵卿呢 死他都要保住洪述祖 保住赵炳军 那还有一线生机嘛 但是这个应贵卿呢 真是聪明一世 他又为了保险 为了抓住那些证据 突然来到两宫 和作为要挟的手段 哈 他保留那些三封信 这三封信呢 是洪述祖 趁不舍的 信中呢 就说到 说奉总理兼内务部长之令 要他实诵教人的 这三封信呢 应贵卿就锁在甲曼里面 谁知这次抄家呢 就被陈其美抄了出来 这回就正居确作死罪难途了 这件案即时就轰动全国 总理大总统 加上买空 来杀正敌 杀议员 确实令人震惊 令人愤怒的事 这件轰天大案 如何收场呢 欲知后事如何 就在下回分解 袁文哉族 书节上回 上回就讲到 袁世凯真的杀了宋教人 那宋教人被杀那时呢 孙中山还在日本 他正是最深于考察日本的铁路 无论去到哪里 他都带着他自己去 绘制的中国地图 1913年 3月22号 宋教人已经被人杀了两天了 孙中山还一无所知 那时呢 孙中山呢 也都准备回中国了 他跟宋家事 在长期一间酒店那里 就等着盧慕珍 盈慕珍和宋爱宁几个回来 因为前几天啊 他们几个呢 在东京发生车祸 好在受伤都不是很紧要 那就住了几天医院 现在呢就回来长期 孙中山的房间呢 地下里就铺了一张他特制的大地图 那地图呢就铺满了整间房的地下了 孙中山和宋家事呢 两人都坐在地图上面 用红南沿北在那里画 宋家事呢就说了 喂 我觉得来了日本之后啊 你的信心好像很足 那样啊 孙中山就说 是啊 主要是钱的问题而已 如果有钱呢 很多问题都解决的了 哎呀 我也想过了 如果你做回你的总统 那就容易赚资金了嘛 你袁世凯 哪里肯给那么多钱你呢 哎呀 我也想到这点的 你看 前一阵 袁世凯问过我 你所到的地方呢 几乎都是万人空旱来欢迎你的 哎呀 那些人都这么信仰你 拥戴你 喂 为什么你又不愿意重整 偏偏要搞什么修铁路 这些东西呢 宋家事就说 呲 他都明知顾问的 你真是傻的 你顶住个转头嘛 你说 我为了让个位置给你嘛 我不让个位置你哪里都做啊 那又不行 要给面子别人可以的嘛 我又对袁世凯说 十年之后 如果国民还想要我出山呢 那那时都未为万也 十年后 实业振兴国家强大我再出来实现政治理想 这样也好嘛 那时呢 宋爱宁少微微走入来了 孙中山就问 哎 都出院了 怎么样 没什么大事啊嘛 没事 没事 那个司机呢 是避开行人 这样才撞到电灯参嘛 孙中山就说 不幸中之大行啊 你啊 吓坏你爹地啦 宋家事又问 那你妈妈和孙大嬸呢 在外面执行李啊 说话没说完而已 威贵真和盧慕精一起走入来了 威贵真呢 手臂啊 就说用块木板托着 用帮带扎到实 盧慕精的头呢 也都扎着帮带啊 威贵真就说 哎呀 差点见不到你们了 孙中山就笑笑口说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跟着 大跪途要入都来了 船票买好了 明天下午四点开船 哎 好啊好啊 哎 现在还有什么要安排的 哎 很多事要办的 喏 要出席青年会 还有长期华侨 欢迎午餐 还有长期官民欢迎会 留学生的招待会 要去探问一个日本朋友 灵木的病 危贵真就说 哎呀 孙先生啊 你真是努力啊 每到一个地方 天晚上都要开会 约别人见面啊 那便好了 好过旧时找人捐钱的人 到处被人赶来 哈哈哈哈 忽然间 公其 忽然间 忽然间 走进来 孙先生啊 哎呀 王兄先生有电报来 出事了 怎么样 送教人 前日 在长海火车站 被人杀死了 孙中山 就整个都定在那里 啊 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事 哪个下毒手 哪个下毒手 公其又拿了第二封电报来 空手已经捉到了 是袁世凯 叫国务院总理赵炳军 派内务部的秘书长洪述组 直接指挥啊 孙中山一拳就打到台面里 走 立刻回去 孙中山现在再没心机 想你什么收铁路啊 实业救国的事了 他一被埋怨自己 太过兴讯啊 太过软弱了 送教人被暗杀的枪声 将孙中山从埋头搞实业建设的幻想中 惊醒过来了 他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志 奋斗了十几年的成果 葬送在独裁者手中 孙中山自己问自己 难道真的被我说中了 那时候呢 很多同志都担心 袁世凯靠不住 孙中山就说过很多次了 袁世凯就算他背叛共罗 没什么可怕 再次打到他就在了 打到袁世凯 总比打到有几千年根基的王权容易得多 难道 现在真的又到了 重新革命的时候 三月二十七号 孙中山到达上海 王兄立刻接他回自己家 陈其美 居正 大龟徒 都召集过来 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现在呢 孙中山的党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革命 正面临严重的挑战 孙中山就说 袁世凯公演暗杀宋教人 这个是反革命讯号来的 光天化日之下 谋杀了龙林总长宋教人 真是罪大恶极 全党悲愤万分 我意见 立刻调集各省兵力 升土袁世凯 王兄就问 那真是要用武力解决 我们没那么大实力 孙中山那时候 已经不顾一切 一意孤行 什么呀 机不可失嘛 趁袁世凯刚刚做总统 没多久 立足没找 推翻他还比较容易嘛 王兄呢 还是比较冷静 想得实际一点 他就说 南方革命军 已经财减得不少了嘛 如果不加以整顿训练 没什么战斗力的嘛 民国都已经成立了 不如用法律来解决吧 施中山冷笑一声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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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 法律的权兵 在袁世凯手上 陈其美就建议 不如这样吧 我们现在发个电报给广东湖南 征讯一下湖汉文谈 沿海他们的意见 然后最后定了 好吗 那也好 不过 一定要做好准备 随时用武力来解决 但是 孙中山的武力解决的建议 受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孙中山是十分不高兴 在四月十三号 在静安寺 为宋教人就举行追导会 有两万多民众来到调宴 孙中山的玩乱是写着 作文权保障 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 公真第一人 他另一幅玩乱 写得十分悲壮 三尺剑 万言书 美与欧风 智不磨 天地有正气 浩洁智牢笼 数十年 季子涉风 孝庄身 索不 五尝愿 一波土 我龙若马 金河 在 灌溉 门京华 诗人 督 潮水 撒几滴 长 血泪 向屈指 昭云 黄卿的玩乱 虽然有的直白 但是令人痛快 前年杀 吴陆精 去年杀 张震武 今年 又杀 宋教人 你说是赵炳君 他说是洪述祖 我说是袁世凯 宋教人 追到会 是一支号召 是一支警钟 很多人看清楚袁世凯的真面目 陈其美 还将一件事 告诉孙中山听 袁世凯是想拉拢 收买宋教人的 当宋教人 想实现政党组织内国人 是令到袁世凯 十分惶恐不安 袁世凯送了一套 三千元的名贵大礼服 给宋教人 另外一张 五十万元的交通银行的支票 宋教人 将支票退回去 昏文不取 他公开声明 革命虽然成功 但是 只是就种族主义来说而已 政治革命 尚未达到目的 正因为是这样 袁世凯就一直都认为 宋教人这个人 有本事 说话又尖锐心黑 所以 恰恰他 一直是想杀掉他 还有孙中山还未知道的 就他那位代理理事长的巨大功劳 和光辉的业绩 在全国 19个省份 一共选出500名议员 由于宋教人的努力 国民党员 占338人 在二月份 三众两院 870个议席中 国民党占392议席 占45% 十分明显 袁世凯就怕 孙中山 虽然将权就交给自己 但是 宋教人 会以合法的手段 将他手上的权抢过去 这个 就是袁世凯要杀宋教人的真正原因 孙中山听完 脱口而出 说了一句 愚父 比我看得更加深刻 这个 正正是孙中山 对宋教人的最高评价 宋教人是受之无愧 唉 事得太可惜了 袁世凯在北京 听到孙中山 王兄二次革命的消息 他就採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 到处放风声 说现在看透孙中山 王兄了 这些人除了倒乱之外 没什么本事的 我说要为四万万人着想 我受四万万人的重托 不能够拿四万万人的生命财产被人倒乱 王兄还报告给孙中山听 袁世凯准备讨伐国民党 而且袁世凯未经国会批准 向五国财团借款2500万英镑 准备武力人都镇压革命党 现在王兄也不强调实力对比 准备不足等等原因 他坚决支持动用武力 当时谭延海、李烈军、柏文卫、武汉文 已经联名通电 反对袁世凯非法借钱 孙中山也打电报给他们 准备武装北伐 当时孙中山 是想以革命党控制的 广东、湖南、江西、安徽 首先独立 上海就跟着独立 然后就北上讨伐袁世凯 但是呢 革命党是犹疑不决 袁世凯已经兵分三路 攻打江西、南京、安徽 革命军很明显是准备不足 血战了四十八日 几个独立省和上海又取消独立 疑似革命徹底失败 孙中山只要有一次逃亡 当轮船离开南中国大陆时 孙中山回首苦难深重的祖国 依然是风雨雨灰 多小年奋斗的成果 今天付之东楼 孙中山回首往事 心如刀割 思遂万千 当国内疑似革命开始的时候呢 宋兴灵就刚刚读完书毕业 准备回国了 他在东海岸坐太平洋大铁路的快车 横冠美国 来到旧金山 在等候船站的时候呢 他上到就来回中国了 又知道孙中山最终吃水果的 他就买了两箱水果 准备带回来中国 谁知道回到旅店呢 事役就拿了一封电报给他 原来宋家事电报来的 要女儿不要回中国了 立刻去日本神户见面 宋兴灵就叫旅店 帮他买了张去日本的船票 他完全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也不知道父亲呢 是跟着孙中山避难去日本 原来呢 这次宋家事去日本是十分仓促的 因为受二次革命失败的牵连 他怕就被袁世海报复 所以匆匆忙忙的一家人 走到日本避难 不过呢 他并不是说日本政府拒绝登陆的人 所以他去日本是很顺利的 但孙中山就不是了 孙中山去日本就惊险万分 孙中山是在8月9号超级组 坐日本游船 医农员去神户 船就快拍案了 孙中山一望 哇 码头上到处的日本警察 他知道事情不妙了 他就立刻去找个船长 郡宽四郎来帮忙 那这位船长呢 跟孙中山是老朋友来的 立刻就答应帮他忙 船一拍案而已 警察就冲上船开始大搜查 船长就问 为什么要搜船呢 警长就说了听 是奉外务省的命令 要搜捕中国流亡总统孙中山 船长就说 喂 孙中山以前是坐过我这艘船 他当时是国军来的 警长就没理那么多 下令继续搜船 仓库 机房 冰冻室 煤仓 统统都要搜查 续续搜了三个钟头 喂喂喂 捉不捉到孙中山呢 后事如何 且待下回分解 發给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裁 場地